挑战者三主战坦克是由挑战者二升级而来 这次升级改动很大 升级过后的挑战者三主战坦克 将成为未来英国陆军的主力作战坦克 它相比于现任挑战者二威力更大 防御更强 磨损更低 更适合未来作战环境需求 而其中最主要的改进 则是放弃了英军沿用多年 号称代表英国传统的线汤炮 改换成了世界主流的华汤炮 目前英国国防部宣布 已经与莱茵金属BAE系统陆地公司 签订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升级改装合同 准备将现在英国陆军装备的 148辆挑战者二坦克 全部升级为挑战者三 计划将在2021年开始实施 预计到2027年将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2030年实现全面作战能力 这次改换的华汤炮 为莱茵金属公司的120毫米华汤炮 实现了与北约盟军炮弹的通用 同时该炮还可以发射威力强大的DM-63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和DM-11可编程高爆弹 还有着莱茵金属非常著名的防爆门保护 不但对硬目标和多用途目标的杀伤力有着大幅度提升 还大大提高了操作员的生存能力 并且后续还可能会采用莱茵金属最新研制的130毫米坦克炮 其实早在2012年时 英国陆军就提出了挑战者二寿命延长计划 准备通过升级改造将其退役时间延长至2035年 升级改造原本采取两家竞标的方式 让英国BAE系统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竞争 不过在2019年 同为竞争者的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和英国BAE系统公司握手言和 强强联手 成立了莱茵金属BAE系统地面公司 并联合推出了一款样车 该样车采用了BAE系统公司方案中的主动防护系统 和莱茵金属公司方案中的L55AE系120毫米滑膛炮 这就是挑战者三 英国日不落的最后一抹余晖 联合成立的公司还表示 如果英军有进一步需求 也可以将120毫米炮 换装成正在研发的新一代130毫米滑膛炮 相比于120毫米坦克炮 这款新一代坦克炮 在性能上整整提升了50% 火力异常凶猛 它能击穿2000米以内 一米厚度以上的钢板 就算是俄罗斯新一代 阿玛塔之战坦克也抵挡不住 如果挑战者三配备上这款130毫米坦克炮 那在威力上可以说几乎无敌了 上面我们说过 这次的升级改动很大 除了在攻击上有所升级以外 它在防御 动力 观瞄 网络作战能力都有提升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防御性能 防御上 挑战者三采用了新型模块化装甲和主动防御系统 这个组合可以说能够应对世界范围内 可能遇到的任何战场威胁 本来挑战者二的防御性能就非常强悍 如今又加以升级 可想它的防御力度是多么强大了 在动力上 挑战者三将会采用一台1500马力的MTU883柴油发动机组 RINK变速箱以及全新的冷却系统和液压悬挂系统 战斗权重由64吨增加至80吨 创下了世界坦克重量的最新记录 虽说在重量上有所增加 但速度上它却跑得更快了 它的最大时速将达到了90公里 堪比有着高机动性的装甲车了 而且它不仅在速度上快 稳定性上也提高了 这意味着火炮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射平台 在精准度上也会有所提升 挑战者三换装了一套全新的瞄准器 这套瞄准器来自阿甲克斯装甲侦察车 它集成了新型红外图像仪 自动目标检测和跟踪系统 能自动识别威胁 依靠这款瞄准剧 挑战者三将实现全天候猎杀能力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或者下雨雾霾 它都能更快更精准地捕获并打击目标 挑战者三作为英国陆军未来的主力坦克 那在数字化和信息作战方面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它将配备一套数字化骨干网络 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 来整合各个领域的作战信息 从而实现跨域的数据共享 以信息优势压倒对方 英国媒体认为 挑战者三将会是战场上杀伤力和生存力最强的主战坦克 它将再次带领英国走向世界一线的水平 但在最初英国国防部宣布挑战者三坦克计划时 就遭到了一些防务专家的质疑 这是提高英国坦克能力的最有效途径吗 从德国购买82坦克 是否才是更好的选择 而英国之所以选择继续投资挑战者 不是购买现成的德国坦克 主要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 首先放弃挑战者转而购买外国的坦克 其成本和负担也是非常重大的 而且买来以后 英国军队还要重新训练适应新坦克 包括配备车组人员以及维修人员 并且还会迫使英军放弃现有的坦克维护设施 以后哪里坏了 还得去国外采购零部件 同时购买新型鲍二坦克的价格 也将明显高于挑战者三升级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 采购鲍二将会使英国 是具主要坦克生产国的地位 毕竟英国是发明并第一个使用坦克作战的国家 虽说如今实力有些落后了 但有句话叫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算再不计 它还是有自己的生产能力 而采购外国坦克 也就意味着 国内的坦克制造工业将就此没落 但从这一点考虑 升级挑战者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 为什么还是有人不支持升级挑战者呢 英国作为老牌军事强国 二战以前在坦克研发和制造领域 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它不仅是最早将坦克应用到战场上的国家 也曾研发出丘吉尔 马蒂尔达等众多优秀坦克 即便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英国的坦克研发领域 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 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英国在军事研发投入上力不从心 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荣光 在2009年 英国便宣布 未来不再采购主战坦克 于是作为英国最大的军工企业集团 BAE系统公司 随即只好关闭了挑战者二主战坦克生产线 挑战者主战坦克家族的悲剧结局 就此开始 其实从挑战者一主战坦克开始 就都是有别的坦克改进而来 但不知为何 改进过来的坦克都有着许多的性能先天不足 尤其是与M1和鲍2相比 差距更明显 挑战者二也是如此 它是由挑战者一升级而来 虽然在防御上非常出色 但攻击和一些其他性能上依旧跟不上 所以有人认为 挑战者三很有可能也如以往一样 出生便有先天缺险 毕竟他的前身挑战者一挑战者二都是如此 可能这也是有人不支持挑战者三的一个原因 那么大家认为 挑战者三能让英国重新走上坦克一线的队伍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